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就是要求特別處理 要求政治處理 聯合報解釋這封發給總統府的函 不是要求補助的 是邀請函 只是邀請總統來立臨演講 並且詢問政府的參與程度 不過我們來看看聯合報發給總統府的函 第七點下面明白寫出 請共襄盛舉 挹注經費 不就是給錢的意思嗎 更不用說按照採購法的規定 十萬塊以上的案子必須寫出 對應的廠商 但是聯合報用這一張A4要求兩千三百萬 但看看平均一個人九千塊的餐費 承辦餐廳連寫都沒有寫 完全跳過採購法規定 採購法必須要有實際支出 還有相關的一些符合科目的資料 這完全是跳脫過去 向相關部會爭取預算的一個慣例 所以我們認為說是不是過去聯合報 也都是用這個方式 馬英九的總統府在申請預算呢 立委質疑聯合報一張A4直接討 兩千三百萬是習慣成自然 還是根本不在意法律規定 聯合報需要說明 三地新聞尤家瑋陳家瑋最後報導